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你好 《JaiTalk》是由一心素为你呈现 我是Ryan 今天很开心的《JaiTalk》 想到两位娱乐圈新的好朋友 嗨 好久没见了 我们怎么见 进去坐 那请你来吃斋 好啊 好好吃啊 熟食啊 究竟你们两个真的买了什么 先讲评论一下 她刚刚就是 因为我刚从 就是从那个 倫敦回来的 那个 就是度过于 阿尔兰迪 所以说 你有一只花架 一人不会穷啊 对 穷游穷游 就是在穷游要去旅行的 不同的意思啦 因为我去 我去伦敦的时候 当时候是拖着马来西亚十一夜的身体训 然后就开始 日夜点倒了 减累了开始 开始有时候时差的那个 就是试证 然后就够够狂飙了 狂飙 这样讲一下你啊 我啊最近就是在 忙着就是在 培训 诶 就是培训 呃 因为 我是读音乐大学嘛 然后 呃 就是 major on piano 然后也没有试过自弹自弹 然后就是在培训 就是如何自弹自弹 然后待会会 接上一首 哇 好棒哦 其实算是我的第一次 自弹自弹就 献给人 我第一次想问他们的那个问题就是 你们有看过 什么东西是大家看到的 现在我也有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是应该看的吗 对不对 我只看到应该看的东西而已 对 其实就是有一次我在公司 就是录音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人有三机嘛 然后就会想要上厕所 然后我一打开那个门 就看到我的公司在那里 诶 诶 男的还是女的 还好是女的 所以 哦对 因为我们公司就大家都知道嘛 我们Street Music里面 大多数都是女生比较多 对 嗯 女生美女最多的唱片公司 对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人 你知道 就像他讲人有三机 然后你真的很急的时候 然后就不会去顾力太多了 对 你就会忘记 你以为你有把门给锁好 其实你并没有锁好 嗯 那那个时候他一会说 一会一起啊 对 倫敦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校团 叫做Sample 然后 那一天 就其实是前几天的事情 因为我是前天才回来的嘛 就前几天的事情 就 我去看了一场音乐会 然后那个音乐会呢 是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 好开心好开心 然后准备就是要走路回家 因为他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嘛 一想说我们就走路回去就好了 就是吹吹风 然后看上来就是伦敦的夜景 反正是最后一个晚上了 就觉得有 等一下 什么穷冷游啊 看音乐会啊 音乐会没有很贵啊 15磅而已啦 不要这样 一张轮票15磅而已 重点一样 对 对 就是穷有穷游的方式嘛 对 回来又要继续赚钱了 对 然后我就觉得 伦敦最后晚上就打算很美好 就走在街上 然后就经过散步 然后去看看 哇 好雄伟的一个教堂 OK 然后那个教堂外面 他呢 他就有就是一个草地这样子 他不算是公园啦 他就算是草地这样子 然后就慢慢的就走走走走 就走过去的时候 就打算就坐在那个椅子上 然后要看星星 有没有很浪漫的感觉 突然间 其实也没有突然间 然后 我就好像有听到一些很细微的声音 这样子的声音就是 蛇吗 蛇吗 我以为是蛇 结果 但是 然后我就我很怕 所以也不会死死掉吧 对 我很怕 我就站起来 我就很怕 我真的是蛇吗 然后我就走看又看 然后就 不远处我就看到有两句 两句身体在 就其实跟你这个情况很像 其实当时候我很想过去就是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好 那我们到晚回来的时候 让他两个叔叔跑 吃完东西之后呢 就能够看到 阿Teen 还有Panquin 表演哦 Yap 好强哦你们两个 因为刚才我们在试营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玩玩了在这边 那其实 刚才你们不是说第一次给我 对啊 对啊 那其实在一星初还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 两个歌手 就来到第一组第一次现场唱 对 还有那个 Live band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第一个 真的吗 真的真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会弹这首来自 上班太伟奇 以及 张绍涵的 如果的是 对 OK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下这首 由 阿Teen 还有Panquin一起合唱的 如果的是 谢谢 谢谢 我想过一件事 不是怀疑的事 你只对自己坚持爱情人的意思 像风没有离开轻轻吹着手 谁爱谁没有无所谓的对错 不管时间 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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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去展示爱你两个字 不是对自己有多坎坎坷 不是对自己坚持 也不是讽刺 也不是讽刺 别人都在说 真正确 这样的感情 没让你很放肆 我很不服 我还在想着那件事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 每天想我一次 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 听我爱的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 如果你确定跟随个安全 为爱勇敢一次 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 如果你会开始相信 这把恋爱心情 如果你能给我入我的室 决定走这条道路呢 我非常的艰辛 但是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 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就像我的名字一样 Penguin 曾千恩 千万要感恩 音乐是一种最有魅力的语言 有梦就不怕追 这样的话 人生才会过得精彩 大家好 我是Tim賴慧金 就把第一次献给了一心宿醉 就是 哇太起床了 真的 你做得很棒 真的很好听耶 真的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在节目中自弹自唱 因为平时就是 以前就是有表演嘛 表演自弹自唱 跟节目完全 感觉不一样 就不一样 对不对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荣幸 荣幸对吗 对 今天吃到好吃吗 好吃 还会带来吗 会 谢谢 那希望这一次呢 让我们摘到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一听数也让你知道了更多素食的这个好吃 我们也祝福你们两位能够在娱乐圈 大红大紫的 一样一样 一样 我们都一样 好加油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一集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儿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